大家好,我是Dr. Rex,劉榮干医生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用简单轻松的方法解释一些复杂的医学问题 也会评论一下医学的新闻 如果你还没订阅,请你按订阅键和小铃铛 今天这一集主要是一个Q&A的session 好,立即去片 上次的影片,我给大家解释过 如何是插喉的程序 给大家看一次 很多人看了之后就很害怕 插喉是不是很痛的? 其实很多网友都帮我在留言回答了 很多时候病人都相当严重 很多时候病人都在昏迷狀態 所以其实都未必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 如果病人是清醒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插喉的时候 都会用一些麻醉药 方便一些去插喉去拨呼吸机 如果拨呼吸机的时候 多数都会用麻醉药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不想有种情况 叫fighting with the ventilator 我们不想病人托呼吸机 有对抗的情况 怎样对抗呢? 呼吸机好像气泵 泵一下 吹点气到病人的肺 但是病人如果是醒的状态 病人自己有呼吸的节奏 呼吸未必跟机器同步 如果机器泵气进来的时候 病人刚刚呼气 这会影响病人吸收氧气 排走氧化蛋的效能 所以为了避免这些情况 都相当多 尤其是covid-19的病人 都在麻醉的状态 才去插痕 去拨呼吸机 很多人都问我 究竟肺纤维化是有什么病征 以及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也有很多人问 肺像磨砂玻璃 这件事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今天就和大家解释一下 很多人都误会了 感染了covid-19 肺变成磨砂玻璃 其实只是一个形容的方法 在照电脑掃描的时候 新冠肺病人的肺变成磨砂玻璃 一般肺变成磨砂玻璃 正常的肺变成磨砂玻璃 主要是黑色的 照电脑掃描 黑色的肺变成空气 正常肺变成空气 所以正常的肺变成磨砂玻璃 其实磨砂玻璃的意思 其实不是只是新冠肺 其他的病毒性肺炎 新冠肺或者其他病毒性肺炎 样子都是差不多的 照电脑掃描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肺变成不像这里 黑色的肺变成空气 有些地方灰色的 看到大家吗? 灰色一大大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肺的气泡里面有些水 即是说肺炎的时候 肺气泡周围有很多微脂血管 它就会有些水管流水的情况 将血液里面的液体流出 流出到肺气泡里面 所以它就有些水管 磨砂玻璃的样子 即是说浸润的情况 浸水的情况 不是太严重 有些水管 但没有至于全部被水管充满 不是填满水 所以你看到它是部份有水 比较厉害的肺炎 比如很多时候是细菌性肺炎 肺气泡里面 就有机会发炎得很厉害 发炎得很厉害 发炎得很厉害的时候 就全个肺气泡 你看到蓝色的那些 全部都是水 大家看到黑色的箭嘴吗? 即是说 照这些电脑掃描 反正肺气泡里面是水 或血 全部都会变成白色 当肺炎很厉害 会令肺气泡全白 不是磨砂玻璃 不是灰灰 磨砂玻璃的样子 不仅是新冠肺 不仅是新冠肺炎 但是发炎程度 未至于全部的肺气泡 都被水浸 所以就是磨砂玻璃 其他的病 一样可以是这样的 不仅是新冠肺独有 新冠肺炎是否只是磨砂玻璃 也不是 即是说 如果肺炎严重 到呼吸衰竭 肺炎越来越厉害 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 也都可以变成一袋 全部水浸 这样的 即是说 只是初期 新冠肺炎 有这样的特征 但绝对 不是说 有磨砂玻璃 这样的样子 一定是新冠肺炎 另一件事 很多人搞乱 就是说 以为肺炎等于肺尖维化 其实是不一样的 大家要明白 其实道理很简单 好像有个伤口 有个伤口在这里 它就会发炎 发炎之后慢慢好 如果过程很久 或者它不断发炎 就会有些疤 但是 是不是发炎的时候 就立刻会有疤 很明显不是 通常是发炎之后 慢慢好的时候 会有疤 肺纤维化 一样 肺纤维化 肺纤维化等于肺有疤 当初发炎的时候 这是肺气泡 肺气泡 肺气泡里面有O2 就是有氧气 氧气会经过肺气泡 肺气泡外面有一层薄的细胞 所以这些氧气很容易 经过肺气泡里面 走到旁边的血管 这个红色的就是血管 血管会把氧气带到身体 在各个重要的器官去运作 这是正常的肺气泡 但是如果开始有发炎 有新冠肺 隔一段时间之后 肺气泡里面 就开始有一些疤痕的组织 走了出来 那些疤痕 就会令到肺气泡的外层 越来越厚 那些疤痕就会形成了这些 肺气泡就会小了 少了 大家可以想象到 如果肺气泡周围有这么多黄色 纤维组织在阻止氧气 那些氧气就很难走入血管 那里 就变成了人有一个长期的缺氧状态 所以典型肺纤维化的象征 就是常常气速 很容易累 因为氧气根本就不足够 呼气很辛苦 当然原因就是 因为肺气泡里面 如果这么多硬的纤维组织 本身肺气泡没有那么多纤维组织 它要抗张收缩 透气的时候 就不会很难 阻力不太大 但到这个程度 即是肺气泡里面 周围都是硬的纤维组织 它要抗张的时候 很难 吸一口气 很难 肺气才能抗张到 很容易 它又收缩 然后很辛苦 才能抗张到 所以透气就会非常辛苦 很多人会问肺纤维化如何复原 其实到这样的地步 真的很难复原 很难医 另一件事 经常会有人问到 就是COVID-19 新冠肺炎 究竟为什么会令人死? 原因是什么? 最明显的一件事 就是肺炎的时候 如果你看过之前的视频 我也说过 肺里面 因为有不受控制的肺炎 肺气泡里面本来是空气 但是里面如果发炎了 就积了很多液体 就和你浸出一样 即是说肺就被一堆水浸住 不能吸气 缺氧 当然会引致死亡 但是这不是唯一一个原因 其他原因 大家有时候也听过 因为肺如果发炎的话 肺里面的细胞就好像烂融融 那些组织就已经被伤了 就是说好像有一个伤口 伤口在这里 有一个缺口的话 就很容易被其他细菌感染了 就是我们叫Super Infection 除了SARS-2病毒之外 另外有些其他细菌走进去 产生更加严重的肺炎 所以致死 有人问 这些时候应不应该打流感针 或者肺炎链球菌针呢? 其实应该打的 原因就不是说肺炎链球菌针 或者流感针 可以对付到COVID-19 可以对付到新SARS-2病毒 不是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 因为很多时候 都有一些Super Infection 就是说你感染了COVID-19 就很容易被其他 包括流感病毒 肺炎链球菌的细菌 这样感染的 如果你打了这些针 如果不幸感染了新冠肺 起码起码起码就说 这些常见的Super Infection 病毒菌 没有那么容易感染你 希望病情没有那么严重 即使没有细菌感染 新冠肺的病人 在心肺治疗部里面 死亡率都相当高的原因 就有一种情况 我们叫做多重器官衰竭 就是multiple organ failure 其实不只是新冠肺 即任何严重的创伤 因為身體已經到垂死掙扎的階段 即是它拼死一搏 它會產生一個很大的發炎反應 嘗試去救回我們的身體 這個很強的發炎反應 可以由有些人撞車 身體很多骨折 任何這些嚴重的創傷 包括COVID-19 即使原本的感染受控 譬如有些人撞車很嚴重 譬如骨折迫 譬如內臟傷了 譬如肝、腎都裂開了 但已經補回 但過了三五天 突然急轉直下 譬如血壓會突然降低 心跳會突然升高 接著各個重要的器官 包括心肝、腎等 功能突然變差 很快就會死亡 原因是身體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 引發發炎反應 令身體各個器官都受損 從而衰竭下去引致死亡 有人問過 戴口罩的時候 會否剃好 這個答案 其實就在乎 你是否像我們那樣 是否醫護人員 因為如果像我們那樣 很多時候要戴N95口罩 N95口罩 本身要配合得很實 就是要貼緊嘴和臉 如果你真的有鬍子 那就要留心一點 如果你的鬍子延伸到口罩外面 那就有機會影響口罩密封程度 就增加了你感染新冠肺的機會 在流氏來說 譬如上面那些三種 那些鬍子延伸到N95口罩之外 那些 譬如這些 這類 這類 或者這些 很長的 那些 就會令到N95口罩 就能撻不住 就會影響到密封程度 如果你真的高危一族 在醫院做 真的會接觸這些病人的話 那些就絕對不應該了 那就真的要剃掉它 但是下面這幾種 就因為少少鬍子就可以了 主要不要延伸到N95口罩以外 就可以了 那些鬍子短短的 都還可以 那這些 二撇雞 綠小鳳 不要像這些 那樣長 都還可以 那些日本鬍子 也都可以的 那就是N95口罩 仍然都可以撻得住 但是這個 其實只是局限於醫護人員 你不是醫護人員的話 其實 口罩是否完全密封 就不太重要了 因為你一般戴的口罩 例如外科口罩 戴出街那些 旁邊上高也有洞 本身不是密封的 所以就算有些鬍子 也不是密封的 那就不要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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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